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政壇新秀的政壇論點 又是我梁思雲梁梁和大家見面 影片出現的日期是5月26日 今天主要想和大家講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聽上去都覺得很恐怖 亦都打算是預料的 因為有暴徒他居然用公屋來弄炸藥 還要宣揚自己會去攻擊一些法官 還要是一家三口去被告 意思就是整家人都是黃絲 甚至是恐怖份子 一會兒跟大家去講一下整件事 第二件事也是公務員加薪也好像都預料了 不是預料他加不加薪金 是預料他加多少薪金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高薪養廉 這個政策是不是需要時候也需要調整 第三件事也跟大家去講 關於美國一宗很軍動的新聞就是一個槍擊案 有一個年輕人 他射死了他的祖母 就是他媽媽之後 然後再去那間學校槍擊了 還有二十幾個人死了 居然呢 德州的州長其實他鼓勵大家去買槍 還有還要去兒童都應該有槍 整件事是怎樣呢 也要跟大家講一下 開始之前麻煩大家訂閱政壇新秀 訂閱我們免費的 有興趣 一定要做會員支持政壇新秀 還有將來的影片廣傳開去 謝謝大家 還沒開始跟大家去講 第一宗暴徒的案件之前 我想跟大家去講一下那個恩星 吳一賢 本身其實我就不是很想講這些 大家都不太認識的明星 好像幫他爭取了名氣 但是因為我當看到這宗新聞的時候 背後他對他家人這麼不敬 就是對他爸爸的時候 我想跟大家去講一下 因為我都覺得挺心心不憤的 事源是這樣 這個恩星吳一賢 其實我講完給你聽 你都想不起他有什麼成名作 或者究竟他是演戲 做舞台劇還是唱歌 我都其實真的不太認識他 他公然在網上賣慘 就說自己 我其實在香港已經有幾間公司 和不知有幾間的團體 突然間銀行就取消了我的戶口 還要是我已經用了十幾年 那為什麼無端端取消了呢 現在他會覺得 連這兩個戶口的命運 其實不重要 最重要的我覺得是被監管被限制 整個金融體系已經是沒有了這麼多自由 我先要反駁他的東西 然後就再跟大家去講一下 他有幾百效 說金融體系是不是被監控 是的 全世界的金融體系都應該是被監控的 而他說他用了十六年的銀行 我在想 這些黃人 正常他都不會用什麼中資銀行 我估計他都是用一些外國的銀行 但其實那些很多時候 都已經是有一些中資背景 我們不展開這麼多來講 我只是想講 其實在金融體系裏面 特別是很多銀行 受著當地的政府的一些限制 如果你給那家銀行的一些戶口 比如人家會用來洗黑錢 或者是那個人是用來做一些不合法的東西 其實那家銀行都會受牽連 甚至乎是被罰的 我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就是20年10月的時候 原來匯豐已經在英國的時候 也被人罰錢 罰了他6.6億的黨員 其實事源是什麼呢 就是FCA 英國的金融行為監管局 他也說在這個交易裏面 他就監管有些缺失 是匯豐監管他裏面的用戶的交易 有些缺失 所以就要罰他錢 這樣 而其實一直匯豐都說 我已經是根據你這個制度 去做一些動作 但是匯豐他也說 自己是為了玩洗黑錢的程序裏面 也做了大規模的拯救行動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每一家銀行 他應該有一個責任 是不要給他的戶口的帳戶的人 走去洗黑錢 或者做一些不法的事情 這是一個企業的責任 而當地的政府是有權罰他 大家聽過很多 比如匯豐 花旗 那些都曾經在外國 被人罰很多錢 所以吳逸賢 他現在所說的 他的戶口被人凍結 我不知道他做了什麼不法行為 所以被人凍結 如果被人凍結的時候 所以銀行去到監管你 或者去停止你服務 甚至乎自己會被制裁 甚至乎被人罰 是絕對正確的 而我除了要去反擊他 所說的現在被人監管 沒有了自由 個人之外 更加我要指出的 為什麼我會拿這個銀行出來說 是因為我非常非常不奮 他是什麼呢 其實在20年的10月 他居然在他自己的社交媒體裡面 貼了一個文 他拍了一張照片 就是他的女兒和他爸爸 我猜是爸爸應該白了頭髮 總之坐在後面 當日他的女兒就坐在那裡 就是他爸爸 總之就問了 為什麼那個女兒的臉被刮傷了 爸爸說不知道 應該是那些紙刮傷了 然後他就說 你在那裡為什麼會看不住他 然後他說 你也看不住他 還想著自己玩電話 然後爸爸說 你為什麼要買些紙給他玩 那吳逸言就無語 就是他看一些字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的畫面 那最重要的下面那句 他就說 有這樣的思維 你就會知道它是什麼顏色了 顏色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猜它都是一些政治的分化 我自己有時候想 始終那個人都是自己的爸爸 也都是樹肉正是風不適 這個是生自己的人 怎麼能夠這麼大意不道 去講出這些說話呢 而更何況的時候 其實自己管教自己的子女 父母很好 來幫我們去看著自己的子女的時候 其實你不應該去講這些說話 我自己會反過來想的 如果假設我爸爸和我政見不一樣 那當然不是啦 我家很正常的 如果就縱使他政見和我不一樣 我會不會去這樣說他 因為他不看我的子女 他肯來看我 我已經覺得很開心 所有事情都賴下去政見的時候 然後去這樣罵 結果他們就罵他 什麼廢老 因為這樣顏色 整個人就不同了 我這件事是非常不孝 而且他也做了一個很壞的榜樣 給他的子女 就是他的女兒看到 原來父母是可以不用尊重的 我看看你什麼時候 日後你會受到這個後果 你的子女都會這樣去不尊重你 然後跟大家去講正經的事情 就是第一個提 有暴徒一家三口就在公屋下網 涉嫌他們就用一些炸藥 這些炸藥都是我們之前也說過 TATP或者HMTD這些炸藥的化學原材料 在家裡想做炸藥 其實整個新聞有幾個重點 第一就是一家三口 都不知道是洗腦還是收了錢 第二就是在公屋裡 意思是很近民居 有什麼事的時候 是炸了這些街坊 炸了你的民居 第三樣東西就是 其實這個疑犯 他本身就是在Telegram的群組活躍成員 那些群組我不開名 而我們也說過幾次了 Telegram的群組是很危險 有教人做炸彈 炸藥 做恐怖分子 起底 色情 去出賣自己 或者是一些更加恐怖的思想 荼毒的內容 Telegram 一定要禁的 而禁的時候 如果日後禁了之後 他們要用一些很複雜的手法 才可以入到這些網走誌 大家知道它有些叫暗網 這是它已經用了一個不合法的手法 或者是一個不容易的手法 而去接觸到這些內容 但是如果一個Telegram 是很簡單地 如果你裝了這個軟件 然後自己打這個群組的名字 這樣就可以參加 然後去看這麼多的資料 根本上就是在危害全香港的市民 這件事在香港是真的一定要禁 很希望當局私隱公署也說過 有機會因為起底群組 而去禁了Telegram 我覺得去到現在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這麼多 這些不是說 真的是發兩張照片 去誣衊一下人 笑一下人 甚至乎是發兩張照片 說的是小色情 或者是 就是侮辱成份 小侮辱成份這麼簡單 這些是簡直嚴重到 說的是恐怖分子 一些鼓吹人出來 做恐怖活動的群組 是真的一定要禁 還要大大力力去懲罰他們 這樣才有一個阻嚇作用 而我亦都去講回 整件案件的時候 我知道很多人 大家對於《國安法》來臨的時候 覺得好像鬆一口氣 其實我自己也會有 覺得鬆一口氣 至少他們不會這麼猖狂 但是我已經不止一次 和很多觀眾 甚至乎我請了很多嘉賓 剛剛的閃師傅 何君堯 在之前的范徐麗泰 梁振英 其實他們都已經說過一句 大家不要以為有《國安法》 我們只不過是裝了一道 好像鐵閘一樣 起碼防了一些壞蛋 亂進來家裡 但是你總不免是很難去避免 本身有些人是將一些資訊 傳載到家裡 然後家裡有些人 已經被人洗腦 然後他在裡面 就會作一些作家犯科的東西 我覺得這件事 是我們不能夠掉以輕心 不要以為真的有《國安法》 就好像真的天下太平 而我們也都看到 黑暴和黃絲 他們會用著不同的途徑 做他們所謂的大士 孤狼式的襲擊 那究竟外國勢力是不是支持 是不是有武器 是不是有人給錢 是不是好像以前那些光誠者 那樣 我們是不可以那麼掉以輕心 因為在這裡的時候 也都想提醒大家 因為他們之前會去賣一些廣告 比如之前試過叫大家來 好像去戶外做運動那樣 但原來訓練他們 其實也是做那些勇武 在這裡我要去呼籲大家 如果你身邊或者家人 不僅僅是年輕人的 如果你家人 譬如常常都會躲在房間 有時候你真的要去看看那些什麼 我覺得這個不是規探別人私隱的問題 而是有時候 我們是很需要去保障自己 和保障你身邊的人 甚至乎你家裡 比如有中學生 很多家長都有和我分享 有時候他很擔心 特別那時候 19年這麼暖的時候 我說你禁了他 他不讓他用電腦 不讓他用電話 甚至乎你見到他 在房間裡不知道做什麼的時候 我們是真的要直即其非 是真的要禁止他 因為我們今天禁止他 或者去告訴他清楚 這件事是有幾錯的時候 並不是我們去剝削了他所謂的自由 而是我們很希望他能夠改過自身 和不要做了一些自己回不了頭的錯事 所以在這裏的時候 我很希望大家都要出一分力 好好去留意你身邊的人 不要以為他真的是你的親人 所以覺得算了 任由他 或者是不想舉報他 怕他有什麼事 如果他真的進去坐牢 他肯知錯的時候 都還可以知錯能改善莫大言 如果他真的做了一些 真是孤狼式的襲擊 甚至乎是很多朋友都會說 會不會將來因為七一 甚至乎有些什麼重要人物來香港 會不會又有這樣的襲擊 真的隨時有可能 如果我們真的大家都去出分力 有時候去多望兩眼 你身邊的人也好 你的鄰居也好 作出一些的舉報 或者甚至乎你PMD資料給我們 我們將它是公之於世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真的會幫到自己 也幫到這個社會 在這裡也要跟大家去講一下 公務員加薪的問題 都看到好像 因為剛剛薪酬趨勢調整委員會 我現在拍片的下午的時候 也開會審視 大家看到已經好像已成定局 也說有機會低層的公務員 加薪只要有可能追 和中層的公務員看齊 變成4.55% 在這裡的時候我想再次重申 薪酬調整 意思是可以有高有低 我的意見是很忠性的 因為如果就是能者多勞 如果你是真的做得到 不要說4.5% 如果你是有1萬元的工資 加多你400元 如果你真的做到 加多你2000元 也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現在在講的時候 究竟怎樣才可以加到你的薪 或者要減你的薪 我們究竟那個指標是怎樣的時候 不要可以在這裡養懶人 這個才是重點 好了 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現在可以去片去看一下 因為公務員的總工會主席 馮傳忠 他說人工按機制上調 同事就是為新一屆政府 盡心盡力服務 好了 我們現在不如聽聽他講什麼 公務員同事知道 人工我們就按照這個制度加了給你了 接下來新一屆政府 將會有很多的挑戰 你們要盡心盡力 去為新一屆政府服務 是不是很搞笑啊 他講幾句話 在這裡的時候 我想講幾件事 第一件事 他說本身盡心盡力 我就覺得是本分來的 就是盡心盡力 不是應該是加薪的條件 盡心盡力 本身你是入職 或者是不未炒的條件來的 而他言下之意 就是說如果不加薪 就是怎樣呢 就會按本職辦事 就是做了36 不是做了36 他也是 他怎麼確保他們會盡心盡力 就是現在如果我們加薪 比他這麼實在 是多少% 但是你現在講的 這麼虛無緹緣的事情 盡心盡力 知道接下來的現屆政府 都會有很多的挑戰 他們一定會做 現在看到你 我加薪給你了 所以你要努力做事 就好像哄小孩子 現在媽媽真的會買一輛車子 給你玩的 你要乖乖的讀書 其實講這些這麼虛無緹緣的事情 只會鼓勵到什麼人呢 鼓勵到一些肯做事的人 或者肯感恩的人 真的有加薪 不會解僱我 或者我都很喜歡這份工 我都很想接受這個新挑戰 那他就繼續努力 但是如果那些的時候 其實他聽完之後 你又不會踢我走 我又繼續人工加 我們其實見很多這些人 比如我自己開分區委員會 或者坐很多政府委員會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都看到有很多的 不同部門的人就是 嗯 好了 我聽到你的意見了 我們是有很多的 行之有效的機制 我們會回去向上頭會報告 那你怎麼處理 是的 我們回去研究一下 經常都是有這些這樣的說話 一直呢 香港的公務員的人工 是真是世界性 我們現在是講世界性的比較 是真是高 因為我們一直在用一種 就叫做高薪養嚴的政策 意思是你這麼高的工資 你就不應該是貪污了 那這個也是很久以來 一直在用的方法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在講高薪養懶 我們不是要養懶人 現在我們要養一些 有效率做到事的人 所以我覺得 絕對不應該浪費我們 納稅人的錢 那也都是 其實好像以色列有些研究 我就說高薪和他是不是青年 跟他有沒有效率呢 根本上沒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在這裏的時候 我覺得他要怎樣去到肯做事 還有要有效率的做事 而其實從整個政策的執行角度 就是高薪養嚴 也都未必是一個好的做法 因為一來對一些人來說 享受一個很高的人工 本身也有一些腐敗的味道 其中他也有提到 就是最近流失率很高 很害怕就聘不了人 其實我這件事我絕對不擔心 因為以現在香港公務員的人工 以及公務員他們這種福利 包括了很多舊制公務員 他們的小孩子去英國讀書 其實仍然都會有一個讀書的津貼 但是回內地讀書的時候 是沒有津貼的 搞清楚我們要 甚至乎有很多人 比如他們的房屋有很多津貼 所以我絕對不怕 如果真的有一些 本身已經是耗食冷飛的公務員 他要走 應該我們要拍手掌 就任由他走 如果我們養著一大群的公務員 他們根本上就是耗食冷飛 想著在那裡貼飯碗過世的時候 你想想香港會有什麼將來 香港就沒有將來的了 現在我們每個人都要跑著這樣去到進步 所以在這裏的時候 我希望家超sir去上場的時候 盡快落實了公務員的KPI的制度 我其實很相信 我自己是認識很多的 在公務員的體力裏面 其實有很多有理想 或者是真的想做事的 只不過在現在現有的制度裏面的時候 令到很多人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不做就不錯的文化 令到很多人是不敢大步向前 只要我們真的做到一些破兵的制度 或者是一些事件出來 令到讓他們知道 原來做很多事情是改革 你肯放膽一些 你肯在創新一些 或者你是肯從市民的角度出發 我很相信我們很多觀眾 起碼我們正常生意的觀眾都是 大家是一個明白是理的人 一定會支持你支持到底 現在有這麼多事情 大家會拿出來罵是不支持你 是因為真的支持不下去 所以在這裏的時候 我是很希望真是 很多公務員他們會得起心肝 然後怎樣去令到香港 真是做好了整個我們的政策 去怎樣去向前走 這個才是真是可以體現到一國兩制 好了 我們來到國際新聞的部分 也都跟大家去講一單 挺不開心的消息 其實這單新聞也是 好像剛剛是我們前兩天應該都有講過的 就是關於美國那些槍支的問題 就是那些補槍問題 嘩 口還沒完 之後又發生了 就去看看美國的德州 發生在小學裏面有個槍擊案 現在就有21個人死 其實包括了18個小孩子 而這個兒胸是怎樣呢 他在家裡射殺了他的祖母 就是他媽媽 然後再去一間小學射殺那些小孩子 他有沒有說他的原因呢 其實他沒有什麼說自己的原因 但是他就在幾天前 他就已經在自己的社交媒體裡面 也都把槍的照片放在網上 第一件事就是 我真的不明白美國政府為什麼不監控 他們很喜歡監控的 你這麼喜歡監控 你不要監控我們中國 你不要監控我們中國人 你用心去監控好你裡面 你自己美國的國民 不要讓自己美國的國民受苦 不如你放一些資源下去 監控一下他們更好 這個兒胸 他就把一些槍的照片 已經放在社交媒體上 如果他們真的有一些程式 他們一定有 在美國 去找到這個兒胸的時候 起碼去他家裡 可能盤問一下他 或者是搜一下一些證據的時候 今天的問題 可能根本上就不會發生 我們再下來 拜登就說 在白宮道也下了半期去治安 就著這個也發表說 他說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要站出來 去反對一些槍枝的協會 但是說到底的時候 他就說到好像 我們現在要行動了 我們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行動 我們已經看到 之前也有說過 美國是差不多無時無刻 都隨時會經歷了一些槍擊的事件 也都是不停地有很多大規模的槍擊事件 就這樣在上一年 已經有超過2萬人 是死於在一個槍枝的暴力裡面 而整個死亡率 也都是其他的發達國家 15至20倍 而這個槍械的管制 在美國裡面根本上是一個敏感的話題 禁槍派和反禁派 大家都一直互相角力 和不停地吵架 而在美國的社會裡面 他們在說一個管制槍械的問題 也都不單止涉及了公民 或者政府的權力問題 還要涉及到一些利益的集團 黨派之爭根本上是所有的問題 都黏在一起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是我們之前 在紐約地鐵的槍擊案裡面 其實我們都有提過 簡單來說 比如說是黨派問題 比如說民主黨和共和兩黨 他們本身在控槍的問題裡面 都有嚴重的分歧 大家都知道他們在參眾兩會裡面 大家都是一人一半 而要通過任何一個法案 已經是非常困難 就好像這樣 比如民主黨他們說 應該通過立法 阻止武器 到一些不負責人的手上 但是共和黨的人就說什麼 本身現在很多槍擊的案件 就是很多人是不合法去買槍的 也都是在背景上的調查都沒有用 所以你要禁一些正常 就是對他們來說 正常的市民去合法持槍 是處理不了這些案件的 總之整個整體上面 共和黨它主張總之有槍 民主黨傾向管制那些槍 今時今日裡面 我們又看看從政策裡面的時候 其實疫情也是令到整個美國 整個社會都會爆煲 因為他們已經面臨很大的壓力 不需要再玩什麼國王的新衣 說服一些正常的 說服一些市民 而市民也是感受到 實際的壓力也沒有減輕到 他們日積月累的仇恨都按捺不住 整個情況下 極端的暴力也會隨之而發生 好像在疫情裡面 譬如黑人或者是拉美裔的人口 死亡是高於8人 經濟的下行傷害 也都是多於大部分都是社會的基層 所以在美國的政府 雖然拼命地去宣傳一些中俄的仇恨 總之將視線轉移 但是實際 都是解決不了他們人民那種 面對著的壓力 和他們的情緒沒有得以宣洩 但是最重要的是 其實整個美國 他們的部門也有計過的 在2021年 美國的成年人患了精神障礙比例 其實高達26% 比疫情之前高了5% 也有很多人患了一些具有攻擊性的狂躁症 這個也不是美國獨有的問題 我知道是全世界擁有的問題 因為疫情 令到大家的精神都很崩潰 也很繃緊 但是你想想 如果當你將一個武器 是致命的武器 落在一些精神已經崩潰的人 或者真的有狂躁症的人身上 那就真是一發不可收拾了 也都是美國他們都很擔心 不如禁槍吧 行不行 但是其實是槍枝 就是一些槍械的宣傳 基本上是無恐不入的 我先跟大家去講一下一些案例 就在德州來說 他也說在幾年前 有一個候選人 就是德州的州長阿博特 他居然在Twitter說 原來在德州買新的槍械的步伐 也都是落後於加州 他令到他很慚愧 所以我們是否應該加快腳步呢 居然是州長公然鼓勵大家買槍 就說要不要落後於人 整件事對於我們華人來說 我覺得就真的很匪夷所思 也都是我們 不如看一張其實很真實的相片 居然有一間美國捕槍的公司 不是玩具槍的 聽清楚 是捕槍 他研究一個兒童版的JR15的半自動步槍 還要刻一個卡通的骷髏骨頭的圖案 大家現在會看到 他還開宗名義 就說 應該要給兒童安全地接觸射擊運動 這些射擊運動 就不是平時我們說去射箭 或者是扔一下飛錶 就算你要教一個小朋友 不是教一個小朋友 任何一個人要去學射箭 或者甚至乎是學飛錶 甚至乎是步槍也好 是不是要在一個很特別設計的環境 你才可以用的 不是你隨手可得 買一支這樣的步槍回家 你現在要去學一下 怎樣正確地用步槍 也都是 每個小朋友都變成了一個小朋友的練把場 那學校呢 怎麼辦 如果那個小朋友真的帶了一支槍回學校 那就真是不堪辭傷 其實在美國裏面 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已經講過很多很多次 講到尾 其實我們見到這次 也有一班十幾個無辜的小學生 就這樣犧牲了性命 我們大家都難過的 不會說因為大家不同的種族 或者是 我很討厭美國政府對中國做的事情 而我去說一些涼薄的說話 因為始終真的是一個人命 那無辜的小孩子過身 就是因為他政策的問題 因為是所謂的民主 所謂的兩黨 而大家的爭拗不斷 所謂的選舉 他們的選舉的策略 要去到得到一些選民 選擇自己 所以一直都不敢 和不肯大刀撥虎 去到禁槍 所以在這裏的時候 他們出現這種 比如 唉好 你家裡死了個兒子 我就下半旗 大家一起旗下島 但是其實 最後是誰負責任呢? 那個疑犯當然要負自己的法律責任 但是在整件事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悲劇 是沒有人去負責任的 永遠都是改善不了 所謂自稱自己有個民主燈塔的國家 一直都解決不了 相比之下 我覺得中國政府就真的負責任得多了 而在這裏的時候 我藉著這個新聞也告訴大家 仇恨的種子在心裡 是可以傷害到很多人 我都希望大家會放下仇恨的種子 也都是 如果當你心裡種下很多仇恨的種子 而你手上是能夠拿到一些致命的武器的時候 就更加危險 就好像我們剛剛的第一個新聞這樣說 香港都有這些暴徒的 可能他就在你家旁邊 他就放了一些自己弄的暴槍 一些炸藥 當他們心裡仇恨的種子被激化 他們被洗腦的時候 走出來就是一個恐怖襲擊 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走之前 麻煩大家去訂閱政壇新秀 按鐘仔有新片 一定會通知大家 拜拜 斯文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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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文武器